屏東萬丹發生了車禍事故 一名騎士跟轉彎車輛在路口發生了碰撞 騎士煞車不及 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而另外在國道一號 台南永康路段 有造車高速撞上一輛正在作業當中的脫掉車 事後發現這名駕駛疑似是開車開到打瞌睡才會釀火 國道那次車道有車輛故障 脫掉車抵達 工作人員才趕緊脫救故障車 但下一秒後方竟有車輛急駛而來 黑色轎車高速衝撞 只見工作人員差一點遭撞 好在反應快 及時跳開 從另一個角度看 脫掉車上的故障車遭到後方車輛衝撞 車體瞬間晃離大廈 車禍現場 只見肇事車輛直接插進脫掉車底 事發在四號傍晚五點多 國道一號南下台南永康路段 當時周姓男子開車疑似打瞌睡 還開啟自動跟車系統 這才猛撞脫掉車糧貨 現場無人受傷 駕駛走車值居為0 而另外在屏東 則是發生棄機車碰撞事故 民眾開車行駛準備通過路口 才緩緩減速 沒想到一旁竟竟竄出一輛機車 之前騎士趕緊煞車 但已經來不及 失控打滑 撞上貨車後人車倒地 再碰撞一旁車輛 事發在六號下午兩點多 屏東萬丹鄉會輪路 當時執行騎士跟轉彎車輛發生碰撞 騎士當下剎車不及 這才衝撞並倒地摔飛 好在商事無大礙 雙方九側值 均為0 提醒民眾 行車經過路口 還是減速慢行 叫安行 記得這麼報導